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月 今天呢,西安是个大晴天,特别热,特别晒 本来没什么重要的事,就不想出门 但是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就是前些天我们不是在网上申请了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网上现在审批下来了 我们现在要去这个工商所去把这个执照领了 今天路况很好,一路畅通 刚清醒,今天路况好,这边就堵了 摇摇晃晃,开开停停的,我都感觉快运车了 今天把营业执照给它,等一下再去那个营业执 再把那个食品剧照给大家 咱们现在就这样来得什么 走,先来看看去呗 没下班都没有 刚才在食药所问了一下 他们说卖水果的话 是不需要视频卫生系统症的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昨天有朋友给我们寄了一箱冬枣 现在去快递那儿取一下 是枣吗 是冬枣 大理的 刚刚从外面回来 今天太忙了 没时间做晚饭了 我们在外面直接买了一份炒面 一份凉菜 两个花卷 测试吃一下得了 吃完饭 打开这个枣茶上 这个里面是一个泡沫箱子 装的 大理冬枣 日食三枣 浓延不老 洗点尝尝 看起来有三斤 请大事的 三斤 最近这个枣刚下来 价格还比较贵 我看咱们一瓶生鲜超市卖 14块钱一斤 前两天 这个枣是咱们陕西意大利的粉丝朋友寄过来的 说让我们尝尝口感怎么样 如果觉得好吃的话 可以帮他们推广一下 这是他们家自己种的 吃起来口感挺甜的 挺脆 挺甜的 大伯 这一个就行了 这么多 挺好吃的 这个刀 感觉各同呢 还是比较大一点 有个别小的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大 超市的 比较贵的 15块钱一斤 也都是这么比较大的 感觉还挺好吃的 到时候咱们跟他私下聊聊呗 可以可以的话 待会咱们就去大利转一圈 今天和明天是鸵盘舍得白酒的活动 最后两段时间 有喜欢喝白酒的朋友 可以趁活动价比较便宜 然后存掉货 不要错过了 过了这两天就没有现在这个价了 好了 看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明天见 拜拜